這題呢,就是絕對值x加2大於等於b 然後它也給你解了是x小於2或者是x大於等於10 我們可以從它的解的解來求這個的4 好,我們要先求出它的終點 終點就是2加上10的除以2,就會等到6 接著它會給我們解說x要小於等於2 跟x要大於等於10 所以圖形檔這樣 接下來x到6的距離會等於大於等於4 當這個條件成立的時候,這個圖就會成立 可是這個4的跟上面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先參與1三分之1 兩邊都同成你絕對值1三分之1 所以會得到 因為絕對值出來是正的,所以可以寫正的沒關係 可是這裡是-2,這裡是加2 所以要再參與一個-1 所以要再參與一個-1 把-1絕對值成進去,就會得到 因為這邊是絕對值,絕對值出來的才是類似正的 所以不用變它 然後這個就會跟上面一樣 所以A A就會等於3分之1 這就是A 然後B就會等於3分之4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